大家好,今天就大家来游览尖沙咀 我们去海港城吃一间特色的台湾料理 里面的一幅幅画就好像去了飞机仓里面 而它的卡位都很漂亮,好像落下的颜色也有个天窗 一开始又来了蒜泥水莲 它的蒜泥也可以蒜泥白肉很香 跟台湾特有的爽口水莲很夹 来了淡淡手工饺 但我觉得比较像泰式的沙爹酱 来了明太子甜不辣,吃口有点像鱼饼 然后就来了咖喱芝士虾蛋饼 一来到就闻到很浓口的咖喱香味 搭开就见到很烟韧的芝士拉丝 虾食肉口都很嫩滑 之后来了一个盐酥鸡 它配搭三只酱 一只酱有酱酱酱稠稠 还有松露和冬阴公味 这鸡都很嫩滑香脆刚好 然后来了鲁肉饭 它的鲁肉也很松软 之后就来了软鹤蟹麻婆豆腐捞面 它只软鹤蟹又脆又嫩 麻婆豆腐麻麻辣辣 真是好夜味令人吃 好啊 我们都吃了一杯蜂蜜苦瓜汁 它苦中大甜很清新 食甜品我们叫了凤梨酥蛋撻 它总共有三层组成 就是蛋撻、麻薯和凤梨 吃下去的口感就好像吃有蛋撻味的凤梨酥 都很烟硬很香的 又来了一个八爵茶外肉护圆 它黄色那些就是很清新的柠檬啫喱 也都很烟硬的护圆 和很香濃的八爵茶酱 最后来了护泥特拉米薯 是很香烟酒的特拉米薯 下面的底部也有些泥 吃完之后 时间上早我们就去西九看极光了 由即日起到3月5日 每晚的7点到10点 在这个艺术公园的大草地上 就会有约定极光这个活动 这个艺术装置是由瑞士的艺术家做的 它就用煙霧和光来模仰这个极光的色调和动态 可以给大家在香港都体验不到芬兰的极光 真是很美妙 今天的天气都不错 还可以迎到星星 真是好像去了外国一样 今天的旅程真是大不满足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